大家好 今天是12月13日 星期一 欢迎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本期视频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加拿大累计确诊184万 安省50岁以上可接种第三针 根据加拿大公共卫生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最止至2021年12月13日上午11点 安省在过去的24个小时内 新增确诊1536例 魁省新增1628例 安省新冠研究咨询组预测 现在Omicron感染病例每三天翻一倍 病种病例占安省现有感染者的11%左右 并且已经开始在社区内传播扩散 未来几周之内预计Omicron将会成为主要毒株 有专家表示 目前安省平均每天的疫苗接种量在8万剂 但想要抵抗变种病毒 需要每天至少接种20万剂 从英国现在的情况可以看出 在面对新变种病毒Omicron的时候 接种2剂之后 防止感染的保护力会在12周之后开始减弱 这种情况在所有年龄组内都相似 安省政府已经宣布 从今天开始 所有50岁以上人士可以预约接种第三针 并计划从明年1月4日将第三针开放给所有18岁以上的居民 截至12月13日 在那大累计确诊病例近184万例 累计死亡人数29,931人 全国疫苗接种率81.5% 加美贸易争端 加拿大华裔部长威胁制裁美国 根据CTV报道 近日 加拿大与美国之间出现了贸易危机 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吴凤仪警告说 如果美国决定通过拜登政府的保护主义法案 对本土制造的电动汽车实施税收抵免政策 那么 加拿大将会对美国产品进行报复性的贸易制裁 美国即将批准的这项电动汽车税收抵免政策规定 如果消费者购买美国工会制造的电动汽车 最高可以获得1.25万美元的补贴 相当于对加拿大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了34%的关税 而汽车是加拿大的第二大出口产品 美国的这项政策会鼓励汽车公司把工厂设在美国 从而损害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电动汽车生产 吴凤仪表示 他与加拿大副总理方慧兰共同签署了一封信 信中威胁美国 如果美国不修改电动汽车税收抵免政策 加拿大对美国采取的制裁不仅仅局限于汽车业 制裁措施包括 对大量美国制造的产品征收新关税 暂停向美国乳制品生产商做出的某些让步 并暂停美国在2018年贸易协议中寻求的版权保护 吴凤仪表示 加拿大可能采取的贸易行动将涉及数百亿加元 信中也强调说 如果这个问题没有满意的解决方案 加拿大将捍卫本国利益 就像当时加拿大纲率被征收关税时所做的那样 吴凤仪说 加拿大本不必这么做 但我们需要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 一旦美国实施这项政策 加拿大别无选择 将会对美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 信中称 加拿大将在未来几天公布一份 会向美国制造的进口产品征收关税的清单 吴凤仪也表示 我们不希望走上对抗的道路 这不是我们两国关系的历史 未来也不应如此 但我们必须要让美国注意到加拿大的反对意见 信中还写道 一个潜在的解决方案是确保加拿大组装的车辆和电池 也有资格获得同样的税务减免 最新数据显示 两剂辉瑞对Omicron仅23%有效 根据彭博社报道 南非的一项实验显示 接种两剂辉瑞疫苗 对防止新病种病毒Omicron的感染 只有22.5%的有效性 但可以防止感染严重疾病 研究人员发现 接种过两剂辉瑞疫苗的人 体内对新病种病毒产生的抗体 比对原始毒株产生的抗体要低41倍 该实验负责人表示 新病种病毒从本质上 破坏了疫苗预防感染的能力 变体从很大程度上 可以逃脱辉瑞疫苗产生的抗体 但依然有足够的保护 来预防严重疾病 就在同一天 英国同样公布了一份 关于辉瑞疫苗的实验结果 结果显示 接种辉瑞疫苗的第三针 可以将对Omicron新变种病毒的保护 提高至75% 新变种病毒在英国的传播速度飞快 预计到本月底 英国感染新变种病毒的人数 将会超过100万人 英国的这项研究发现 接种过两剂辉瑞疫苗的人 对防止新变种的保护力 远远不如原始毒株 但在接种过第三剂之后 对Omicron的保护力提高至75% 对Delta变种的保护力 甚至能提高至90% Omicron是否只会导致轻症 专家呼吁停止幻想 根据家通社报道 近期 安省科学咨询委员会表示 现在有一些说法 称新病种病毒Omicron 只会引起轻微病症 对此 委员会呼吁 停止对新病种病毒抱有幻想 安省的新冠顾问小组表示 在未来几周 Omicron将会成为 安省的主导性变异病毒 最具挑战的是 我们无法想象真实规模会如何发展 专家表示 现在有很多人认为 这种新病种病毒 会引起的症状较为轻微 但这种想法是根据南非早期数据所得出的 南非与安省的情况 有几个显著的不同之处 首先 在南非 只有7%的人口数量 是完全没有免疫的 其他人或者是已经被感染过 或者是接种过疫苗 有的人在感染之后又接种了疫苗 大约30%的成年人 在感染之后又接种了两剂新冠疫苗 而在安省 有20%的人口是完全没有免疫的 这是其中的一个差异 此外 年龄也是最重要的风险因素 在南非 感染者的年龄中位数是27岁 相比之下 安省是44岁 专家表示这是由于年龄的差异 所以我们需要放弃 这种认为变种病毒只会导致温和型病症的幻想 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 对不同的年龄群组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安省新冠研究顾问组的最新数据显示 安省目前的Omicron 有效传播指数是3.32 也就是说 每100名Omicron病例会传染给332人 按照现在的情况 Omicron的感染数量每过三天就会翻一倍 专家表示 这种毒株极具传染性 但预计到2022年春季 当人们有了免疫之后 情况会有所不同 但现在的情况是 它正在乘爆炸式增长 家国男子自述 28岁买下6套房 不花家人钱 近日 安省一名男子讲述了他的买房经历 他今年28岁 已经在安省拥有6套房产 总价值接近700万 而且没有依靠家人的资助 这名男子名为杰克 他在安省密西沙家长大 家中有弟弟妹妹 父亲是一名IT从业者 杰克表示 自己的家庭条件很一般 因此对金钱有所渴望 上学的时候 他就曾将万圣节讨来的糖果 转手出售 在他16岁的时候 他们一家租了一套新房子 那时他结识了周围街区 有钱人家的孩子们 他发现 这些富裕的家庭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 大多数都有投资房产 这是杰克第一次意识到 房产的价值 2011年 杰克高中毕业之后 他创办了一家公司 销售手机移动充电设备 六年之间 他卖了公司股份 并找到了一份推销软件的工作 同时也开始投资比特币 一年之内 他的资产从5000加元 增长到8万5000加元 有了积蓄之后 2018年 杰克决定买房 他的祖父是一名地产经纪 在祖父的建议之下 他打算买一个有两个单元的房屋 这样可以一半自住 一半出租 他看中了奥克维尔的一套三居士房屋 但这套房屋64万加元 首付需要支付14万 杰克花光了自己的所有积蓄 还从朋友那里借了钱 买这套房子冒着很大的风险 每月的房贷就要花费2400加元 而这时他已经没有从款 连信用额度都已经花光 但好在租客可以支付2000加元的房租 这样每月要偿还的房贷就不用担心 并且全职工作赚的钱 也不用花费在房租上了 同时 杰克使用了再融资的方法 重组贷款 不断地买房 装修 再出租 杰克表示 大多伦多地区对于可以拎包入住的出租房 有很高的需求 但这种策略并非毫无风险 需要你在房贷重组阶段 能够收回首付款和装修成本 而且要确保租客能够按时的支付房租 还有一个风险 是对于像他这样的小型投资者来说 可能会对背负大量房贷感到不适 但他也坦言说 自己愿意承担这些风险 在2020年 疫情爆发之后 房市略有冷却 杰克撑这个机会 很快地就购入了多套房产 包括正屋和独立屋 地址在密西沙加 巴黎 蓝山 杰克表示 现在他在安省拥有六套房产 总价值接近700万家园 同时他也有着一份全职的销售工作 他表示 自己很享受有稳定的工作 并且拥有多渠道收入的生活 虽然他所使用的投资技巧是有风险的 但他觉得 自己还是做到了不靠家人资助就能够买房的目标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我们下期再见